今天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那是要大家合力发心来承办的 如果你有真诚心 应该赶快整顿自身 充实自己 整顿自身是什么 你是不是一个决定要学佛修行的人 你如果是你还在做杀业 你还在搞营业 你还在做不敬业 你在工作还是要让你劳心费力 百分之八九十的投注 剩下那么一点点的时间给丧尸三宝 这叫整顿自身 没有把自己整顿好 是不是 祖师大德的整顿自身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 领男人 他告别了他的慈母 当时也尽有别人的帮助 筹筹了十两银子 作为母亲 后半生的生活所需 辞别了慈母以后 要去见五祖 红忍大师 这就是一个整顿自身 他为什么去见呢 因为他听到他们那里有一个 居士颂经 颂金刚经 颂到鹦鹉所求而生其心 他像触电一样 他非常有感 他说这个是什么 你刚才念的是什么 这是金刚经 五祖宏仁大师 要我们专修专颂金刚经 他就是在当打柴 卖柴火 当做一些杂役 这个中间他生起了求佛的心 他就在整顿自身 是不是 所以他接到五祖红忍大师 那令人感动的对话 永垂千古的篇章 五祖大师见到他 说你来这个寺庙 来到这个道场 有何所求 他说弟子别无所求 只求做佛 然后他说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五祖大师一看 传承祖师他当然知道 他说好了你不要说了 因为这个五祖大师 马上看到其他出家人 已经在那边窃笑 交头接耳了 这个人要来做佛的呢 还有人说 他说一般都是说 大师我什么时候找到工作 我什么时候娶老婆 我家那个病什么时候会好 对不对 他说弟子有益一物呢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他的困扰是这个 我的心里常常生出智慧 对不对 那五祖大师在说你不要说 他看到别人准备要修理他 不能再说了 是不是 你就叫他去厨房工作了 他说 铁光养晦 那个司机成熟 他不是聪明吗 聪明他要用那个杠杆原理 自己身上自己体重不够 要绑一个大石头才能撑起 那个聪明的工具 我就这样做 我身上都磨出茧来了 一般人身体脚的 这个腰脚大概都变形了 做这个出火 所以五祖大师去见他的时候 讲这个就是禅机话头 这米冲好了没 整顿自身好了没 准备好了没 六祖大师他说米都冲好了 只等师父你来验收 我都准备好了 同修你来学佛修行 你准备好了没 你干嘛就搬家了 干嘛就离乡背井 你是要来学佛修行 还是要来做什么的 自己有没有弄清楚啊 一边学佛修行 一边追求世间的功名利路 一边学佛修行 一边还求世间的善美因缘 世俗恩爱啊 对不对 一边学佛修行 一边交男朋友女朋友 你要赶快 清净上师赶快去请问 怎么修 我接下来怎么修 我接下来怎么做 我做得够不够 学佛修行不是没有智慧的人 可以成办的 可以成功的 学佛修行的智慧要很广大 他又要记这个东西 又要做这个东西 又要持守这个东西 又要注意这个窍诀 又要记取这个经验教训 就是一直记一直累积智慧 一直累积一直到极致 一直记不能犯这个 不能做这个 这个要多做 那个要多说 这个心里不可以这么想 那个心里要怎么发心 都把这些要诀 都记起来来做人的 学佛修行是这样的 你没有记好个一两样 那就叫偏差 那就缺漏 那就有错误 对不对 所以很多同学他在问 上师如何如何 我说我都教过了 不是这样啊 你怎么又忘记了 前面教的后面就忘了 所以还要修很多事呢 就是要强记 就是记不起来回去 要不断的温习 情能补足吗 那问题很多人 你没有整顿好自己 你一边来 我一边要你强记很多的戒律 行持 很多的要诀 很多的精教 你一边可能还要去学很多的东西啊 我看了都不忍心啊 我想说你 又不是三头六臂 你就一个头 你哪里记得了这么多 所以总是把我告诉你的旺光光啊 那不是浪费彼此时间吗